澳洲经济步入全新篇章的同时 一个崭新的概念正在影响着我们手中持有的科技股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Amarina 11月初 新加坡和澳洲宣布 新澳两国将在21号实行免隔离入境政策 上周六 澳洲新冠疫苗两剂接种率正式达到了80% 成为澳洲解封过程中的又以重大里程碑 周日 华人女孩赢得Million Dollar Vax 终极百万大奖 成为全澳打疫苗中奖者的第一人 同样是周日 为了刺激经济 维州州长宣布CBD吃饭可以补贴30% 最高补贴金额为150块 这些信息无一不再透露着 澳洲的经济即将在第四季度以后 步入一个全新的篇章 而同一时间 科技产业也掀起了一波新的浪潮 上周美国的芯片股连续暴涨 英伟达 高通 AMD这三家公司的股价连续创了历史新高 其中的原因来自于元宇宙这个概念 上个月月底 10月28号 Facebook正式将它的公司名称改名为Meta 使得元宇宙 Metaverse这个概念又重新进入了投资者们的视线里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很多的大型科技公司 已经陆续开始布局元宇宙相关产业了 希望从AR VR以及云游戏等平台开始着手 一步步的创造元宇宙 除了刚刚提到的用改名来表达自己决心的Facebook以外 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 Google以及亚马逊等公司 也积极的参与到元宇宙的生态建设中 而科技巨头微软也在11月2号的年会上正式宣布了加入元宇宙 Facebook的创始人说的 元宇宙将会是科技产业里的下一个里程碑 而Facebook也将在5年以内由社交公司转变成为元宇宙公司 这一席话推动了上周各大芯片股在内的元宇宙概念股的一波暴涨 所以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它可以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身份 在一个和现实完全没有联系的虚拟世界里边 去完成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能够实现的事情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 我们已经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了 为什么还会有元宇宙这个概念的存在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人们需要和现实世界的身份进行分割 去创造着一个代表着自己的新身份 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边 做一些在现实世界里边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 人们在真实世界里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法实现最大化的自由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它将媒体各类闯关游戏以及AR VR的出现 帮助了我们开启新的虚拟身份 它们一部分让我们能够在网上畅所预言 一部分让我们能够体验现实生活当中无法体验的经历 而元宇宙Metaverse能够让我们做到的远远不止这些 虽然元宇宙目前的概念比较的空泛 但是对于元宇宙已有的八大基本标准 包括身份 沉浸感 低延迟 多元化 随地 经济系统 文明 建立了自己系统的元宇宙 最终能够让人们选择自己的人生 例如在电影阿凡达中出现的双腿缺失的男主 在虚拟世界中拥有了完整的身体 元宇宙在未来说不定能够使盲人在虚拟世界中 突破物理的极限 感受到光明 使食物过敏者吃上一直都不敢尝试的食物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您是否愿意尝试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